確診變種病毒少女所住的天成縣盛禦閣被遺風強檢後 沒有發現確診個案 大廈居民後也要強檢多4次 而少女的家人、同學等大約100個密切接觸者需要檢疫21天 天成縣盛禦閣前一晚被遺風 強制檢測早7時完成 當局說大約850人接受檢測 沒有發現新確診 大約20戶沒有人應援 居民經衛生署人員檢查檢測證明後可以離開大廈 不過因為涉及變種病毒個案 居民仍然需要在患者確診後 第三、七、十二和十九日強制檢測 可能是升降機或炸烤廊的位置 可能會有點害怕 或者是大堂的位置 因為始終可能兩座共用一個大堂 我不擔心我打了兩針超過一個月 我家人都大了所以我也不怕 因為那個女兒大部分都在家 是半天現在回去 回完學都立即回家 確診少女有大約100人的密切接觸者 包括家人、學校師生等等 要入住檢疫中心21日 當局透露少女的家居密切接觸者 未接種疫苗 所以不可以縮短檢疫期 另外少女補習的地方 德榮工業大廈15樓306室 教育局說單位並沒有註冊為學校 局方說根據條例 如果一日內向至少20人 或者同時向至少8人提供教育課程 就要註冊 換案既定程序跟進 無線電視機就在何曼君報道